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介绍的是 水银灯下成长的台湾知名童星谢玲玲 1950年代中 台湾影坛在童星张小燕的优异表现下 屡屡于国际影展获得肯定 十年后 天才童星的头衔已传递给清纯可人的谢玲玲 别于擅长舞蹈活泼俏皮的张小燕 有着灵动大眼睛的谢玲玲 则拥有害羞文静的乖乖女气质 谢玲玲不只有出色的外形 她的演技也在初入影坛时获得肯定 不仅接连在第四届五届金马奖蝉联最佳童星奖 更以我女若兰 荣获第十三届亚洲影展最佳童星奖 又过几年 谢玲玲无可避免面临长大难题 尽管她依旧美丽 但大一幕已是林青霞林凤娇的天下 无法向儿时那般独占凹头 1980年 谢玲玲嫁给香港富商林剑月后习影 只是豪门婚姻不如 想象美满 两人因第三者介入等因素 于1995年签字离婚 尽管谢玲玲已脱离影圈多年 也是五个孩子的母亲 但只要有关她的新闻 故事仍会从她成为童星的原点 婉君表妹说起 谢玲玲是透过甄选活动而进入影坛 据最佳童星谢玲玲报道描述 1964年底 中影公司公开征求新片婉君表妹的童星演员 当时年龄只有八岁的谢玲玲 在亲人怂恿下报名参加一征 在1753名的童领女孩中脱颖而出 获选演出女主角婉君的童年角色 谈到这段由普通女孩变为耀眼童星的历程 近年谢玲玲受访时自述 因为小时候家里的亲戚朋友觉得我眼睛很大 当时他们叫我小灵黛 刚刚好中央电影公司 江琼瑶女士小说婉君表妹翻上一幕 要招考一个童星 然后邻居就帮我报了名 由于外形出众 导演李行一件便对谢玲玲印象深刻 随即获得录取 成为人见人爱的小婉君 为己谢玲玲以此获得金马奖肯定 成为中影的台柱童星 隔年出演为她量身打造的我女若兰 谢玲玲继婉君表妹之后 再度饰演女星唐宝云的童年角色 为使谢玲玲有更多发挥的机会 我女若兰在童年时有许多重头戏 谢玲玲也将一位擅长芭蕾舞的幸福女孩 因罹患小儿麻痹而突然瘫痪的心态转折 诠释得深刻动人 不过和《我女若兰》里读生女身份不同 谢玲玲的父母共育有九名子女 她排行第六 因此谢玲玲的本名为谢正璐 有五位姐姐、两位弟弟及一个妹妹 童星时代的谢玲玲不仅荧幕上乖巧可爱 私底下也是律己圣言 报道写道 她读书用功 每一学期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 她的生活很有规律 她沉浸 不像一般小孩子那般吱吱喳喳 成年后的谢玲玲坦言家教圣言 父亲更叮嘱她不可自大傲慢 因此虽然儿时知名度高又获得大奖 却从未骄傲自卖 拍戏不只带来知名度 也包括丰厚的收入 除片酬外 得到金马奖最佳童星 就可获得台币两万元奖金 当时平均月薪约一千元 得到亚洲银展奖项时 她也请父亲用奖金 买一架电视机做礼物 当时就读台北士林 女生国小六年级的小谢玲玲 以接触同学难以想象的世界 又过几年 谢玲玲从小孩长成青涩少女 美与坚人保留童年时的清秀模样 对于熟悉她的观众而言 这个女孩变得既熟悉又陌生 此时的她挺挺欲力 演艺事业面临转型 一篇名为《谢玲玲担心多错多错报道》 倒进观众对她长大的好奇 记者于是将这位19岁的影坛新人 谢玲玲重新介绍一遍 她给人的感觉 凡事都有分寸 绝不欲举 父母管教慎严 所以她一向游臂游方 也就是说 今晚换了新潮的外国模特儿发型 内心还是观众熟悉的乖乖女 之后 谢玲玲除继续参与电影演出 一进入小荧幕 主演电视剧集担任主持人 她所演出的电视剧 《一缕相思情》《亲情》等 在中视都获得极高的收视率 谢玲玲与江长文 刘长明等男星的组合 更成为许多观众心目中的梦幻情侣 相较在电视圈的得意 谢玲玲在大萤幕却总是担任第二女主角 如秦翰林青霞主演的燕儿再灵烧 饰演林青霞早逝的姐姐 曾有影剧记者评述 谢玲玲还是没法独挑大梁 暗示她因不想再演配角 而推掉电影片约 话虽如此 报道尾声人 不忘推脱于塔圆场 这只是意测之词 谢玲玲是个敬业的演员 其实成年后的谢玲玲 不论外貌演技都称出色 无奈碍于影圈现况时不我语 只能趋于如日中天的二龄 林青霞林凤娇之下 19岁以成人之姿回到影坛 谢玲玲却常获得受到欺凌的角色 对于自己的苦情细路 她曾提笔辩护 写名为 《我像小媳妇吗?》演构受气角色的文章 论外形我怎么也不像是专售窝囊器的小媳妇 可是好奇怪哦 近一年来我接的戏全是微微曲曲的角色 少女谢玲玲左思右想 将问题归于自己的胆子小 因为不好拒绝 所以只好喜欢演《我见尤莲》的戏了 从同心时代的小婉君到成年后的小媳妇 谢玲玲那双透露婉约风云的大眼睛 始终是观众印象最深刻的焦点 蕴含浓浓 楚楚可怜气质的双眼 无怪总是我见尤莲的角色找上她 1980年 不满24岁的谢玲玲嫁给香港富商林百姓之子林建月 婚后吸引的她是有口皆被的理想媳妇 诞下五个小孩 最后一对是龙凤胎 也得到公婆的认可与喜爱 无奈婚姻不是靠努力经营与公婆支持就够 林建月不是出轨 1990年代上半 与王祖贤的婚外情更是沸沸扬扬 虽然公婆扬言只认谢玲玲一个媳妇 但不断外遇的丈夫一令她疲惫不堪 1993年谢玲玲与丈夫分居 两年后正式离婚 获得约4亿港币的赡养费 恢复单身的谢玲玲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版图 也热衷绘画国标舞生活丰富多彩 小时候的谢玲玲很可爱 出色外形注定了她的明星路 之后的人生 谢玲玲有时如意有时失意 但不变得是凡是认真的态度 稳妥地踏出生命的每一步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ra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